公園使用虚枝 這邊有一個公園使用虛枝 不能放煙火 放個廁所 前面也有勒 你看那邊有大型的露營車 所以那邊也可以停 這邊也是都是會轉 這裡也都是啊 看到沒有 唯一的 一點就是他把電鎖起來 這整個規劃算不錯啦 沒有他應該把它改成使用者付費 要就投錢 電喔 對啊 這跟電車一樣啊 要就投錢 喔對啦對啦對啦 那我的 我的特斯拉就可以來這邊裝電了 你的 這次他來這邊 你講清楚 我現在在我開的就是我的 不行嗎 不行 喔你這個人很奇怪耶 這邊也有一台Invigo的露營車 停在這裡 我去通神那個公園 就是很像 啊對對對 很像 但是 這裡比較沒那麼大 但是他規劃的 但是他規劃的 他 算很大的 很大的 他規劃成這樣不錯 第一庭這場廁所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一個 像這樣子的草皮區啊 開放人家這邊野餐廊 野餐廊 對啦我覺得野餐廊 然後有開放可以讓人家車伯 有啊這裡有啊 這跟我們去日本的還蠻相像的 不錯不錯不錯 這是我們那個台中市政府的一個德政啊 德政啊 這德政啊這真的德政啊 看一下喔 這個真的是環保公園的車伯專用區啦 嗯 然後這邊有總共有四十七個可以車伯的地方 然後他有一些公告事項 來講一下 公告事項 公告事項 沒有就 我覺得最重要只有前三個吧 嗯 就是一台車可以停一個 哦 不得在車內幾周邊搭棚 什麼意思 車圍內啦 就是設置帳篷啦 哦 那他會拉著搭帳篷有什麼辦法 那就不行了 有人在那邊搭帳篷 因為他這是車伯專區 所以只能車伯不能搭帳篷 對 所以你看我們這次來就有人 在旁邊搭帳篷 那是不行的 對 然後最主要 這個蠻重要的 就是他不供水不供地的 不能洗澡 不能洗衣服 所以我覺得有點 可是他們其實這裡有設施電力系統 他們上車 我覺得如果他把它改成是那種 投币啊或QR掃描 就可以充電的方式 像這個 對 他可以補助一點經費 那電車也可以來啦 對 對不對 就像很多 這個 這個 補助一點經費 就這個電啊 設個充電樁啊 現在的人不是付不起 是你不給人家使用 對 OK 然後再來就是不能續腳 我覺得還有一件是蠻重要的 就是 離開前 要把垃圾帶走 這蠻重要的 不要製造人家的麻煩 對 然後不要把廁所 不是不是 不要把廁所怎樣 不要把垃圾放到哪裡 廁所 對 這是一般人的通病 真的 如果你是那邊上廁所 衛生紙丟著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那其他你車上的垃圾呢 不可以給你家丟廁所 因為其實大家還是有做分類啦 垃圾對這很重要 OK 對啊 而且他很大 總共15區 15個區啊 可是 其實廁所有點少 兩個而已 對 這裡跟這裡 沒關係啦 就多走一點 散步一下 對 我們在這裡來這裡 大概100公尺 對 很大耶 超大的 非常的大 對 6號是花海區 聽說他們這裡沒 會有那種季節性 會不同的花 賞花的地方 對 而且還會走 之前好像有一個巷日鬼很漂亮 那7號呢 7號是山丘步島 就是走路 有人在 有人在 跑步 喔 我們剛剛從側 我們剛剛走來 喔 這裡是那個 這裡沒走過 他在後面 那要去走嗎 好 走吧 來了很多車 大大小小的車 喔哇 來了一台很大的車 那是公車嗎 對啊 看起來像公車 對啊 看起來像公車 而且我發現 這麼大的海的車 都有在摩車 摩車 對對對 走 出發 我們要 疑點了疑點了 嗯 這個車伯鑽區 來過就好齁 對我們而言 每一個地方都是我們車伯點 但是 你覺得這邊適合什麼 新手 新手 對 因為沒水沒電啊 對啊 他等同是沒水沒電 欸 他走哪邊 怎麼知道 你知道 這個 車伯專區是誰爭取來的嗎 誰 其實也是我們車伯的一個老前輩 然後 他有一個綽號叫 山頂洞人 好 這個 大叔還沒有拍影片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拍了 嗯 那這算是我們車伯界的 左邊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動物收容所 他說這邊喔 動物收容所 我用左轉呢 所以如果各位 有愛心的 想要養寵物的 可以來這裡 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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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認羊 欸我可以去認羊一隻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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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為什麼不能認羊一隻 你要能養一隻 你還養在哪裡 我家不能出現有動物啊 你要養可以啊 那我要養哪裡 誰知道 那我 我為了牠我要 算了 但我沒講 奇怪 不能養喔 那我養別的可以吧 我養你啊 好不好 也可以喔 那你以後要叫兩隻 巴蕾 巴蕾 好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吃傳統的早餐 這個 因為我們五八哥 他是台中人 欸他到底是哪裡人 他一下子說他是路感人 一下子又說他台中人 然後他又是台北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包租公 那他到底是哪裡人 不是人 他不是人喔 我們等一下好好問他一下 他一定說你這個是好問題 會不會 下次還是不要發問 蛤 下次還是不要發問 不要發問喔 對 他一定會講給你講 對 你還是不要發問好了 看一下大家帶我們去吃什麼 在地美食 在地美食 因為 剛剛那個地方是不適合野炊的 所以我們在那邊用 用我們的店 煮了什麼 煮了咖啡 然後餓的人吃了那種小餅乾 然後我們就出發了 不過你一個車伯專區 你不讓人家野炊 那人家去那邊幹嘛 他就是讓你睡覺而已 他不是要讓你野炊的 你可以去野餐啊 喔 可以野餐喔 對啊 阿為什麼不能野炊 這一點我就很納悶了 阿如果說 你用火不曬 吃火怎麼辦 大家都成年人 拜託好不好 阿就成年人也會那個阿 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應該 不要玩引火就好了 那人家如果用瓦斯爐來煮東西 應該是OK的 要適度的開放 不是一昧的禁止 你知道嗎 我替大家講話 這一點真的是 有一點規定的太嚴格了 因為 野炊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是用火嗎 那我用瓦斯爐算野炊嗎 我不是野炊耶 對不對 用瓦斯爐應該不算野炊吧 這個野炊的 有誰可以解釋野炊這兩個字 到底怎麼樣才是達到野炊 蛤 哇靠 烤的路好小條喔 這個 這個也太小了吧 這怎麼開 這太可怕了 這太可怕了 好小一條喔 這個 你 我能帶來 你帶來這種路啦 我這大台也不急了 你在驚三回喔 我這大台也不急了 你那是開離停 我到樓 不是有好東西在家耶 沒有在你的俱出 這個炒麵真的像小時候的味道 這個炒麵才三十塊啊 太便宜了 你真的在地看什麼來?Google 聽說你看Google來 可是沒有招牌生意很好 對我們還有窗景 你們面對的是那個 甘蔗你的頭 什麼甘蔗你的頭啦甘蔗 你真的是甘蔗爽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我眼睛不好 你眼睛不好 他說甘蔗啦齁 這是又便宜又好吃的 好不好吃 很輕耶 那我這樣會不會拿 他就長得蠻辣的 這個炒麵一個三十塊 但是不大碗啊小小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 傳統早餐 因為我們小時候有沒有美而美 沒有嘛對不對 兩碗一碗就好了 一碗就好 綜合湯 看有什麼 米血 辣椒很辣 辣椒很辣 很香喔 很香 這家早餐好吃 他有瘦肉 三種啊 這樣子 哦四種耶 這麼滿滿的 滿滿的料 那是還有肉嗎 肉有豆腐搭的 可能有豆腐搭的那一塊 滿滿的綜合湯才45塊錢 很多人吃得苦苦少 哇這個辣椒夠了 然後東西便宜 又好吃 真的好吃 各位 來 那個什麼 環保公園車 對 車躲過 早上的早餐 來這邊吃 來這邊吃 走路也是很近 走路也是很近 不要聽大叔的 還是開車吧 可以騎腳踏車來 下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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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騎車 我們要去騎車 七多 等一下 你們要去騎車 上台 要去騎車 這麼快 我們在北方 都去騎車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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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